老公最落魄的时候 是我一直陪在她的身边 她家财万贯时 她的白月光突然给我发了个挑衅消息 是我的东西你终究夺不走 我嗤之以鼻 不以为然 总觉得她脑子有问题 却不曾想 脑子有问题的人原来不止她一个 最佳女主颁奖典礼上 我在台下等待 闲得无聊 刷了一会儿朋友圈 一个好友消息谈出框 我不已有她 同意后才发现 那人竟是湘门的前女友 习惯性地点开朋友圈 置顶的是一张图片 甜蜜香悠 配文 回国的第一时间见到了她 真好 虽然没有露脸 但男人薄梗上的那颗红痣 我再熟悉不过了 半小时后 颁奖典礼结束 朋友圈下面多了一条回复 此生挚爱 一杯九十九的祝福 如果抛开我是湘门女朋友 这个事实 我想我应该也会评论 毕竟凑热闹世人的天性 如此看来 定是故意置顶给我看的了 见我有些出神 助理在一盘开口 孟姐 你看起来像有心事 拿了奖难道不应该开心吗 我转头看了下一旁的奖杯 这是努力了一年的成果 自然是开心的 只是谁知道会在开心的时候刷到这么离谱的事情 多少还是有些扫兴 更何况 我一直以为 我对湘门来说应该是一种特殊的存在 那种白月光一回国 就抛弃身边人的戏码 绝对不会在我们两个人身上上演 没想到打脸来得如此之快 今天你就先回去吧 辛苦了 打发走助理后 我独自一人坐在车上 思索在然后 到底是没忍住 给湘门打了一个电话 没想到 接电话的人是江苏云 开口便是挑衅 我以为孟小姐是一个明白人 那么明显的暗示你会懂 看来是我高估了 现在倒是实锤了 原来湘门所说的最近公司事情太多 是和他们那一帮人一同去给江苏云办街封电 确实忙 激难伺候一女 怎么能不忙 我不语 也不气恼 直接挂断了电话 我这无所谓的态度倒是让江苏云心里堵了一口气 傍晚时 湘门的电话主动打了过来 温柔之际还带着一丝心虚 堂堂 你下午给我打电话是有什么急事吗 我在开会 电话应该是被助理接了 助理知道自己又背了一个锅吗 瞧湘门这样子 应该是还不知道自己那白月光三番两次挑衅我的事 这谎言张口就来的样子让我不惊怀里 以前和湘门在一起的日子里 究竟有哪些是真的 我语气淡漠 没事了 就是想问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 仔细听的话 还能听出来依附摩擦和人的喘息声 应该还有几天 堂堂 先不说了 我这边还有点事 挂了 他挂得干脆 也是 怎么能让他人耽误自己的正事 毕竟春宵一刻值千金 我和湘门 江素云三人一同长大 曾扬言一辈子都要做最好的朋友 在上大学那年 湘门和江素云互心意 在一起了 可 是我先喜欢的湘门 江素云是唯一知道这件事的人 为了友谊 我选择了忍让 后来 湘门创业失败 倾尽所有 江素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出国 我陪着他从一无所有做起 到现在的家财万贯 那期间经历的苦楚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湘门明白我的心意 从一开始就告诉我 他只把我当朋友 他心里的那个人只能是江素云 可我是个固执的人 坚信滴水能穿拾 日久能生情 为了湘门能创业成功 我选择了进娱乐圈 四处奔波招揽人脉 受尽白眼 和甲方陪酒到后半夜都是常有的事 圈里的风评也一直受到影响 可即便是这样 我从来不觉得苦 因为只要能陪在他身边 就是一件幸福的事 我能清楚地感受到他对我慢慢地有所不同 我知道自己能等到那日 后来 在我生日那天 湘门向我表白 堂堂 做我女朋友吧 我以后一定会加倍对你好 少年眼里的真诚 在这一刻怎么也掩盖不了 那是我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天 就这样 我和湘门正是在一起了 当天他就在自己的社交软件上官宣了两人的关系 我们都默契地不再提起江苏云和过往 偶尔说起 也只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时光 我以为这些年的感情也算得上是我和湘门的双向奔赴 柯达脸来的时候总是那样的毫无征兆 江苏云单方面的挑衅从来都是不足畏惧的 我想要的是眼见为食 我推掉了自己的工作 却没告诉任何人 在家静待了两天 这期间江苏云的朋友圈就没停过 而且每一条都是仅无可见 我看着湘门带着他去了 那些曾经独属于我们俩回忆的地方 一起拍九宫格大头照 去游乐园坐摩天轮 可笑的是 陪在湘门身边五年了 我手机里两人的合照都凑不出来一个九宫格 因为湘门曾经说过 他不喜欢拍照 江苏云却花了半天的时间就完成了 现在看来他并不是不喜欢拍照 而是不喜欢和我一起拍照 我们俩是情侣时做过的事情 他们俩都做了 我们没做过的 他们也做了 那一刻我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说一点都不难过 那都是假的 可难过之余 更多的是一种释怀 和他在一起的这几年太压抑我的天性了 就仿佛是一个火山 现在终于该爆发了 当天晚上 湘门回来了 是被江苏云扶回来的 他才看到客厅里的我后愣了一秒 江苏云脸上却挂着得逞的笑 堂堂 你怎么在家 我还以为这个时间段你在工作 我看着他有些慌乱的撇开江苏云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衬衫 上面还有明晃晃的一个口红印 我将手上的订婚戒指甩在了他的脚下 分手吧 小门 什么档次 也配给我戴帽子 堂堂 你又在胡闹什么 我不明白 何兰又这个字 在他眼里我究竟是有多不懂事 亦或者说是有多不重要 才会开口就带着又这个字 还不等我开口 江苏云就开始茶言茶语 梦堂 好久不见 我想你应该是误会了 我今天回国 他们举行的接风宴 阿门正好出差顺路 就过来看了一眼 听他说这话 我真的要吐了 出国这几年你就学了这副德行 是不是误会 你他妈心里不是最清楚 难道朋友圈的那些照片 不都是在宣誓主权吗 还有那通电话是苟接的吗 非得跑这来隔应我 我深呼吸了一口气 努力平复着自己的心情 一口气跟这种人说这么多 还有点口干舌燥了 甚至觉得处在同一屋檐下 连空气都不新鲜了 萧门 这东西是你带回来的 请你立刻马上让它滚出去 别污染了我家的空气 或许是还有一丁点良知 萧门自知理亏 也不敢多说一句 听我这样说后 江苏云的脾气也上来了 梦堂 我们好歹这么多年的朋友 你说话别太难听 还真是给你脸了 我连忙打住他 朋友 那种朋友 专门插足别人感情的那种 别侮辱了这两个词 好不好 俗话说得好 素质不详 一强则强 我翻了个白眼 继续贴脸开大 妈的 最烦装逼的人了 我们俩很熟吗 我说话就是这么难听 听不下去 那你报警好了 我看着江苏云的脸色清了又白 白了又清 心里突然就觉得莫名的爽 可他也不是一个好惹的主 指着我就开始破口大骂 真以为阿门喜欢的人是你吗 你的纠缠只会让他觉得恶心 呦呦呦 这就急了 只是可惜了 我可没纠缠 但我敢肯定的是 如果不是萧门在这里 他还要顾及面子 骂的肯定更难听 最后还是萧门看不下去了 一把将江苏云带了出去 空气终于新鲜了 弱大的房间里只剩下了我和萧门两人 怎么看怎么觉得来气 恰好这个时候肚子叫了 看来吵架还挺费劲的 萧门也有眼力见 立马上前 堂堂 你想吃什么 我马上去给你做 看着他这副讨好的模样 我沉默了片刻 人是铁饭是刚 我要是受伤 那岂不是便宜了江苏云 随便 萧门在厨房忙碌的时候 我把他出轨的这件事告诉了我学法律的朋友 朋友现实纷纷不平 而后才反应过来 看着我甩给他的一堆证据 有些不敢相信地问 你这是 当然是把属于我的东西全部拿回来 他们这俩人渣也配 别忘了 要是没有我 他萧门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做哪门是春秋大梦啊 见我如此坚定 朋友调侃道 还以为我们的梦大影后是个恋爱脑 没想到还挺清醒的 听到此话 我嘴角抽了抽 能让他们产生这样的错觉 那证明我以前还是有点恋爱脑在身上的 还好 在娱乐圈混的这年 八卦听多了 看得也够清楚了 变爱了这种东西早就被扼杀干净了 处理好一切后 我便陷入了沉思 说实在的变故来得还是挺快的 若是没有江苏云横插一脚 我怕是过不了多久就会和萧门结婚 说到底我还得感谢她 帮我认清了渣男本质 吃饭时 我一直埋头苦吃 连一个眼神都不给她 但是萧门 现在酒也醒得差不多了 满脸愧疚 堂堂 食不言 寝不语 萧门 看我不像是开玩笑的表情后 萧门也不再开口 只是默默地看着我吃 好好的一顿饭被她这样一直盯着 比我也整得没胃口了 还好没结婚 想要分开也不复杂 唯一要花点心思的就是关于钱的问题 这交给我朋友 放心 我才坐了没两分钟 萧门就凑了上来 堂堂 分手的是 我不同意 我没想过和你分手 听听这是一个正常人能说出来的话吗 和江苏云一日游的时候 怎么没有想过还有我这一号人的存在 现在来说这些 只叫人觉得恶心 不能生气 不能生气 我的乳腺也是乳腺 我强忍恶心地看着她 不分手怎么办 容忍你吃着碗里 看着锅里 我觉得 我还没达到你们俩这种境界 不要逼脸的境界 她沉默的样子 我还以为她是个忍者 说实话 萧门脾气算不上多好 所以在和她在一起的那几年里 我一直都是弱的那一方 但是现在我是一刻都忍不住了 她越是沉默 我就越是来气 到最后没忍住 扇了一耳光给她 萧门 你以为你是个忍者乌龟啊 别以为沉默就可以解决这件事情 这个手 老娘分定了 说完这句话 我便头也不回地朝自己卧室走去 半分钟后 门被虫中地关上 被打的萧门半天没反应过来 第二天一早 我便回到了剧组里 实在是不想看到这一对狗男女 果然男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 萧门给我发的消息 我也全都放没看见 自从萧门摇身一变成有头有脸的人物之后 她便经常来剧组探班 甚至投资了几个项目 一来二去便知道了我们两个人的恋爱关系 原先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 也一改常态 对我们多了份尊重 再加上 近两年我拍的几部剧都爆火 累积了不少粉丝和人脉 我一去剧组就有人调侃 孟姐 最近请假是不是跟萧哥一起甜蜜约会了 吓得我直接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满了 还甜蜜约会 救他 恶心 看来 不仅要分手 还得抓紧时间大力勋扬分手这件事情 说干就干 当天下午我和萧门的名字就被挂在了热搜上 萧门梦堂分手 最佳组合裂了 娱乐圈还有什么是真的 可没一会儿风向就又转变了 我一翻评论区 才找到罪魁祸首 萧门在下面评论 没分手 闹脾气 再哄 只是一瞬间我就把手机给扔出多远的距离 咦 哪来的脏东西 恶心 但微博热搜前几条紧因为这样一句话 全变成了我在作妖 萧门梦堂吵架 金主 翅膀硬了 不少看不惯我的黑粉 趁这个机会骂我 我也不闲着 一一回对 我就说了 梦堂这几年突然多了好多资源 肯定是背后有金主 没关系 你一目混珠 且不怪你 大姐 靠别人上位 成功后就被别人一脚踹了 恶心 这都被你发现了 要不你报警吧 看他们越说越离谱 我真的恨不得顺着网线给他们一人一耳光 这件事也让我和萧门小伙了一把 不少好事的网友深巴 还竟让他们真的找到了一些猫腻 找到一张合照 看不清脸了 但是这个身材不太像我们梦姐啊 不少人疯狂的爱特我求证 看到照片的瞬间我简直两眼一黑 这不就是那一对狗男女吗 一看时间 竟然是在我们关心在一起的纪念日当天 我至今都还记得 萧门当初跟我说的是 公司出了点问题 她要出差一段时间 原来他们俩那么早就勾搭在一起了 怪不得江苏云在自己面前那么有底气 感情都是萧门给的 一时间 我只觉得自己仿佛有一口气毒在心口上喘不过来 难受至极 脑海里浮现和萧门在一起的过往 堂堂 谢谢你愿意一直陪着我 堂堂 等我以后有钱了 一定会把这世界最好的东西都给你 堂堂 等我娶你 梦堂 我爱你 我看了一眼手机 眼泪在这一刻滴落 发出清脆的响声 堂人突然递上一张纸来 梦堂 为这种渣男掉眼泪实在是不值得 听他这样说后 我哭得更凶了 才不是 他什么档次 也配让我哭 我落泪是因为朋友发来的那条消息 我和萧门的是过去的太久了 那时候网络也不发达 记录的根本不清 再加上我和他只是订婚 并未结婚 不具备法律效益 我花在他身上的那些钱 要回来的几率小之又小 碰是一大笔钱财 我不哭才怪 听我边哭边说明原因后 邓玉被吴语笑了 看不出来咱们的影后 还和以前一样 是一个财迷 我不予理会 满脑子都是想的怎么样去把钱要回来 那晚 萧门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我不小心按错 竟然接听了电话那头 萧门仿佛喝多了 梦堂 我不过是犯了一个男人都会犯的错 有那么不可原谅吗 我深吸一口气 你在狗叫什么 萧门 别逼我删你 说完这句话 我便麻溜的挂断了电话 生怕再多接一分钟就会被他这个脑残给传染 那件事过后 萧门消停了一段时间 我也因为在网络上对网友出名 被一个导演看中 当即就决定把他手中的那一本发疯文学女主让我来演 我又激动又无语 武器冲浪 六得泪 忙碌的工作倒是让我没太去关注他们两个 奈何有些人偏偏喜欢作妖 再次得知萧门的消息是江苏云发过来的 梦堂都说了白月光是无敌的 萧门心里始终是有我的 配图是萧门在厨房忙碌的身影 嘖嘖嘖 这恋爱脑 反手就是一个截图保存证据 或许是没有得到我的回应 江苏云只觉得自己的反击仿佛达到了一坨棉花之上 没有爽感反而觉得窝囊 我这边一门心思放在哪回属于自己的财产 在拍打戏的过程中失神 不小心受伤进了医院 本就够心烦了 也不知道萧门这狗东西从哪里得知的这个消息 非要跑到医院来看我 更坏的是 他还带了江苏云一起 知道的以为他来看我 不知道的还以为 这是生怕我好得快 非得给我增加感刺激 我强忍着心中一口气 发现实在忍不了后 将桌子上的东西朝他俩摔去 怎么的 非得来恶心我 萧门沉默不语 反倒是江苏云看起来 春光满面 看来 我不在的这段期间 那玩意没少滋润糖 糖糖 你还在主要 医生说了你需要好好休息 不能动气 我还以为你是觉得我活得太久了 故意带小三来气我的 萧门选择了沉默 江苏云气不过 却又碍于他的面子 不好发作 最后揣着一肚子的气 独自一人离开了医院 我看着江苏云离开的背影 又看了一眼稳如泰山的萧门 顿时又无语了 你还在碍眼干嘛 萧门沉默了良久才开口 堂堂 我和素云真的没什么 如果你不喜欢我现在就可以跟他断得一干二净 你都把人给睡了 怎么断得一干二净 真不知道萧门这脑子里都装了些什么 不是 他这玩意儿当初到底是怎么走到家长万贯这步的 我一整个大无语状态最终还是没忍住开队 萧门死皮赖脸 真的很掉价 非要我把你两个出轨的证据贴在脸上 你才信吗 他又沉默了 我这暴脾气 当即狠狠给了他一耳光 如果嘴巴不要的话 可以捐了 恰逢医生来换药 萧门想要发脾气都没机会 最后也是一肚子气离开 等他走后 我才看着自己已经发红的手掌 刚才那一巴掌 真爽 出了院后 我便直接去了萧门所经营的公司 都差点忘了 这几年还有我的股份 还得多亏了萧门这个恋爱脑 当初为表明诚意 直接将三分之一的股份转移到了我的名下 这下就算是当初的那些钱也要不回来 这股份也能弥补不少 毕竟今非昔比 他现在的身价 这股份只会更加值钱 一想到这里 我两眼放光 就连步伐都加快了许多 在公司我竟又遇见了邓玉 你怎么在这 他才看到我时到没有多惊讶 过来瞧瞧呗 毕竟我也是股东之一 有那么一瞬间 我只觉得自己的私批都都快烧了 邓玉是什么时候成为股东的 看我一脸惊讶的表情 他主动解释 我才得知这几年我专心在娱乐圈工作 对萧门事业上的事很少过问 公司的经营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而萧门为了让公司运转起来 选择了卖掉一部分的股份维持周转 逗逗转转 邓玉成了最后的那个买家 对此我只想说一句 这世界还真小 到邓玉是故意买的 这都是后话了 邓玉是我前两部系里的搭档 因为演技好长得帅 情山高儿一炮爆火 还有不少人和我和他的私批 为此我还没少被他的粉丝骂 有男朋友了还不省心 不过现在竟然都是同事 又何不强强联手呢 从邓玉口中得知 除去公司的几个老股东之外 我便是最大的股东 如果有需要 他可以把手中的股份转让给我 突然有点莫名的兴奋 是怎么回事 一想到乡门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时 我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昨天晚上我接到了父母的电话 他们一直在乡下带着 对于网络上的那些事情并不怎么了解 所以闹得沸沸扬扬的事情过了这么久 他们才知道 我只是简单跟他们解释了一下 分手是因为乡门单方面的出轨 老梁口气的不行 尤其是得知第三者是江苏云后 更是当场暴走 毕竟 当初江苏云的家庭条件不好 很多时候都是我和萧门在帮衬 父母都是心软之人 对他可一点都不比我差 如今却落的这样一个下场 不就是现实版的农夫雨舌吗 在我的宽慰下 老两口才放下心来 我和邓玉在公司见面的事情 最终还是传到了萧门的耳朵了 沉默了许久的他终于坐不住了 他开口就是 分手可以 梦堂 我希望你能把公司的股份原封不动的还回来 到时候我就答应分手 以后再也不纠缠你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 一个人能不要脸到那种程度 萧门算是给我开了眼界了 我只是遮他的眼睛 有那么一瞬间 就好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一样 原来人和人待久了真的会被传染 萧门现在的模样简直和江苏云如出一辙 我笑着凑到他面前 催了一口唾沫 你脸可真大 比屁股还大 说完变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 那之后 我拉黑了江苏云和萧门所有的联系方式 朋友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 只要我有证据 萧门现在的财产我都可以要回来一大半 巧了吗 这不是证据这东西 我一抓一大把 当仲裁申请书传到萧门手中时 他才意识到我是真的不爱他了 此后每天 萧门都在剧组找我 有邓玉在 他根本没机会接近我 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是多么的深情 只有我 恶心的想土 萧门找不到机会 干脆半夜爬墙进了我家 想要跟我理论 吓得我反手就是一个报警 萧门因此在警局里被关了半个月 而在这期间 江苏云是一点都闲不下来 他在网上直播 控诉我插足别人的感情 将他和萧门的那些过往描述的会声会色 其中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 江苏云是那种娇小类型 一哭便梨花带雨 谁看谁心疼的那种 我本就是一个公众人物 这些舆论在网上发酵得很快 一时间全网铺天盖地的都是骂我的 对此 我根本没放在心上 江苏云有脑袋 但不多 他不仅说了以前的事 还说了我和萧门在一起后 他们两个偷偷摸摸干的那些事 那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公司早就被萧门用来讨好江苏云而资金空虚 虽说被他美化了 但那也改变不了萧门劈腿 他才是那个插足别人感情的第三者这个事实 事到如今我也没必要忍耐 一论发酵到达最顶峰时 我将手上所有的证据都甩在了网上 为之全貌不予评论 江苏云那该怎么也想不到 他给我打的每一通电话炫耀他和萧门感情有多好时 我都一一录了音 他说的有多深情 我甩出的证据就有多讽刺 只要了半天不到的时间 风平全部逆转 全网都是骂他们这一对渣男贱女的人 江苏云受不了这般谩骂 注销了账号 消失的无影无踪 萧门的公司也因此受到了牵连 股份急速下降 好几个想要合作的甲方都取消了合约 理由便是 连自己的感情都处理不好 怎么放心让他处理工作上的大事 几个老股东害怕会赔钱在里面 纷纷将手上的股份低价出售 我用自己的积蓄全部买了下来 成为了萧门公司最大的股东 而这正合我意 可怜萧门一直在局里 什么都还不知道 等他出来时 外面已经天翻地覆 他看到自己苦心经营的公司岌岌可危 便直接出来质问我 我们两个私人的事情 梦堂你何必闹到这种程度 公司难道没有你的心血吗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歹毒 萧门一连三问让我看清了 有些人就不配称之为人 我将那天江苏云直播的视频放在了他面前 没办法 有些事就是祸从口出 萧门 你管不好自己身边的人 就逼出来对着我狗叫 道德绑架这一套实属是被你研究透了 得知事情真相后 萧门咬牙切齿的表情全被我看在眼里 则我看得出来一场新风暴雨即将掀起 只是我又觉得有些好笑 萧门和江苏云那么要好 无论是以前还是劈腿后 如今涉及到自身利益后 两人也能闹到这种地步 那天过后 果然得过了一段安静的日子 萧门和江苏云忙着吵架 谁也没空管我 当初在娱乐圈累积的人脉 不少都重新找上我 只要我愿意 他们随时可以重新给我投资 这更加给了我和萧门争到底的底气 毕竟他可是什么都没有 后来萧门不知怎么欠了一大笔钱 走投无路的他选择了用公司来抵债 闹着一出 气得差点没一口气喘不过来 半个月前他还说公司是他的心血 如今就要用来抵债 他的心血就这么不值钱吗 再说了这个空格公司 如今我才是最大的股东 跟他有半毛钱的关系 萧门怎么好意思说出这句话的 果然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我当即召开股东大会 对萧门的取留做出裁决 邓宇也出席了这场会议 少数服从多数 萧门就这样被踢出了公司 我看着他面色铁青 一脸不敢相信的样子 忍不住开口 自作孽不可活 当初要是从一开始他就同意分手 和平规划财产 又和志愈做到这一种地步 再后来 我听说江苏云怀孕了 他们两个结婚的那天 江苏云还不忘跟我炫耀 我内心毫无波澜 思来所去也只有一句话 想要送给他们 祝福 所死 别再出来祸害别人了 江苏云气得说不上话来 萧门一样是沉默着 脸上多了一份我看不懂的情愫 不重要了 他们两个从此就与我再无半分关系 我凭借自己的力量让公司重新活了过来 邓玉成了我的二把手 无论是在娱乐圈还是公司 都给了我最大的支持和帮助 他也曾向我表明过心意 不过 我拒绝了 一招遭蛇咬 十年怕警生 萧门带给我的心理伤害 让我只想一心搞事业 他便也不再提起此事 只是萧门他们两个的事就像是离了我不赚一样 总会通过各种办法传到我的耳朵里 那边我和往常一样准备拍在医院的戏码 转头就听到了两个熟悉的声音 对怪你 我的孩子凭什么来这种鬼地方 他就应该去最好的医院 萧门 要不是你没出息 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 江素云自自诛心 连我一个外人都快看不下去了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家有什么皇位要继承 我看到萧门一直在沉默 果然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能人 不小心四目对视的那一刻 我连忙收回了目标 生怕晚了一步就会被他们缠上 毕竟 我现在的身价 怕有些人会眼红 但我还是慢了一步 江素云在看到我的那一刻直接爆发 我就知道你和他还在纠缠不清 萧门你这个人见不见啊 当初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跟我纠缠不清 现在跟我在一起了又和他纠缠不清 你以为你是八爪蛇吗 这么能缠 江素云这一连串的话语 我真的自愧不如 或许是因为我在场 萧门要面子 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时 一个耳光狠狠地落在了江素云脸上 空气都在这一刻沉没了 下一秒就是江素云尖锐的叫声 萧门你敢打我 你竟然敢打我 我为你辛辛苦苦花的十月生下儿子 你竟然为了一个万人打我 要不是不想掺和到他们中间 我指定上前解释清楚 这他妈跟我有什么关系 别什么屎盆子都往老娘头上扣 现场的目光积累的越来越多 萧门受不了 转身就要走 却被江素云扯着不放 他越骂越激烈 整个医院都能听到他哭天枪地的声音 我看了整张脸都皱在了一起 这跟当众拉屎究竟有什么区别 可能他不臭 最后还是医生们看不下去了 叫来保安将两人赶了出去 耳根子总算是清静了 这件事又被好事的网友给放在了网上 不少人突然想起了我 纷纷恭喜我还好跑得快 远离了这对渣男剑女 再后来 江素云打掉了这个孩子 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开 毕竟 他在国外可也没过过什么苦日子 回来时正是萧门有钱的时候 如今 萧门什么都没有了 他自然也没有留下来的必要了 只是可怜了萧门 爱情事业双双落空 不过 我一定都不可怜他 毕竟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他走到今天这一步 纯粹是自己活该 又一次最佳女主的颁奖典礼上 好事的记者提问 当初您对未婚夫和最好的朋友双双背叛时 内心感受如何 我直接开喷 别来蹭解的热度哦 解渴是玻璃心 随时会发疯 毕竟我对人的实力大家都有目共睹 至此 再也没有人在我面前提起他俩 长达七年的纠葛彻底结束 等于番外 我和孟唐的圆圆说起来也长 他只记得他们三人是一长大的 却忘了在哪个小胡同的最深处 还有一个我 那时候母亲对我的控制已极强 大多时候我只能透过窗户听他们三人的嬉笑声 后来的有一天 窗户上突然多了一只小手 还拿着一颗水果糖给你吃 可他从来没见过我 又怎么会知道这里会有一个小孩 我犹豫的片刻又听到了孟唐的声音 我妈妈说 这里住着一个好看的小哥哥 我喜欢跟好看的人做朋友 我叫孟唐 你叫什么名字 可我还没来得及说自己的名字 孟唐就被萧门他们叫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 默默补充 邓玉 我的名字 因为黑暗里的一颗糖果 过去可这么多年 我依旧记得孟唐 后来 我在片场一眼认出孟唐时 他已经不记得我了 不过没关系 我知道他现在过得很好就足够了 可是后来我才发现是我想多了 香伦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 我看到孟唐哭的时候 恨不得上去给他两拳 可恨之余 我又有点羡慕萧门 他都做到这种地步了 孟唐还对他这么深情 直到他举起手机那一刻 我才反映过来这家伙是因为怕自己的钱要不回来才哭成这样的 我又无语又觉得好笑 当即就去查了萧门的公司 得知股份在卖后 毫不犹豫便买下了一部分的股份 如果有一天孟唐需要的话 我会悉数奉上 只要能帮到他就够了 再后来萧门和江苏云互相残杀 拉了一个两败俱伤的下场 孟唐在公司和娱乐圈大放光芒 我不想让自己留下遗憾 向他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不出所料 被拒绝了 但没关系 我成了他身边最好的朋友 有时候 以朋友的名义守在身边 也不乏是一件好事 他没关系 他在朋友这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